同学们好 欢迎来到Python语言编程基础 课程第三阶段第二课程的视频 大家可以回顾一下 上节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数据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结构 也就是列表list 那么本节课呢 我们将给大家介绍 list中一些列表操作 包含的函数以及方法 简单介绍一下 同学们下去可以自己琢磨 重点我们今天介绍圆组 也就是另外一种数据结构 在Python中同样重要 叫tuple 好 我们首先看一下 上次我们讲完list之后 有一些剩下的内容 我们还没有介绍 就是在列表中有一些系统的函数 我们可以对列表进行操作 比如说比较两个列表的元素 返回列表元素的个数 用这个length method 就是LEN 同样的如果我们有数值型的list 可以返回最大最小值 以及将元素和列表进行互相转换 好 同学们下面可以自己试一下 这些方法 包括如果我们想 在列表的幕尾添加一个新的对象 我们可以用list.append 来添加 同学们下面可以仔细看一下这些函数以及方法 今天我们重点介绍另外一种数据结构 也就叫tuple 圆组 圆组呢 这种数据结构和list 非常非常相似 但是呢 它有一个关键的区别 就是圆组 不可更改 一旦创建之后 它的内容不可以被更改 好 那我们今天就 以圆组和list的对比为重点 给大家介绍一下圆组 这些代码是我们上一节课用list给大家演示的一些代码 这节课我们就来看一下圆组tuple和list有什么区别 好 现在我们要创建一个圆组 假设 把它的变量名定义为number下滑线tuple 首先创建方法是我们 以前使用方括号来创建list 现在呢 我们需要用小括号 也就是圆括号来创建tuple 好 这样我们就创建了一个tuple 所以对应的呢 我们把这个stringtuple和mixtuple也改过来 所以我们都用圆括号来表示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创建的这个tuple 这是我们假设要访问前面创建好的tuple 我们可以把doin的改过来 因为我们已经把变量名改成tuple 所以这是访问的方法其实是一模一样的跟list 我们只是需要它的index 好 假设我们把后面的先注释掉 看一下前面的结果 我们看到和之前一模一样 我们打出了tuple的内容 好 下面我们接下来看来更新列表 我们先要更新tuple 之前是更新list 如何实现 同学们记住 tuple和list有一个最关键的区别 就是tuple一旦被创建以后 它是不可被更改的 所以在tuple中我们是无法更新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 来检验一下它这个特性 好 这些代码是上一节课 我们用来更新列表 也就是list的代码 假设我们现在需要更新tuple 我们先打印出来 更新之前这个numbertuple 假设我们现在用同样的方法 想把这个tuple中的3 这个元素更新为30 来看一下 同学们看到这是python中爆错 说tuple object does not support item assignment 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tuple已经创建好了 这时候不能让它更新 从这点我们看出来了tuple和list之间的一个关键区别 好 我们先下一步再看 删除元素 那我们想一想 既然我们不能更新 是不是可以删除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tuple不能被更改 所以我们也无法删除tuple中的元素 但是呢 我们可以删除整个tuple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子 假设我们之前的代码删除list 也就是删除列表中的元素 那么我们现在把它换成tuple 假设我们想删除mixedtuple中的第二个元素 也就是我们先前定义的这个java这个元素 我们看一下 是否能成功运行 答案是否定的 我们看到python爆错 说tuple object does not support item deletion 所以呢 我们不能删除tuple中的元素 但是呢 作为一个整体 我们可以把tuple整体删除 好 我们现在可以尝试一下 取而代之 我们只删除第二个元素 我们现在将这个mixedtuple整体删除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系统现在爆错 说mixedtuple is not defined 也就是说我们已经让它删除了 所以无法打印出来删除之后的变量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对于list的脚本语言和列表的截取 我们是否能够换为tuple 继续执行这些相似的操作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将数据类型转化为tuple 也就是说 把方括号改为元括号 首先我们试一下 可可否打印出来的长度 因为之前我们将tuple delete 之后要print出来 所以系统爆错 这时我们先暂时将它注释掉 好 我们看 打印出来了tuple的长度 跟list的方法一模一样 这时我们再看一下 能否将两个tuple组合起来 没有问题 和list一模一样 我们再测试一下重复tuple 没有问题 我们也重复打印出来了 以tuple定义的四个hello 好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是否能够判断 某个元素存在一个tuple之中 好 这边和例子也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我们看一下tuple的截取 也就是元素的截取 元素的截取和列表的截取 也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元素的截取 好 现在我们把abcd这个list 改成一个tuple 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程序运行正常 所以从这个实例中我们看出来 tuple和list有很多很多相似点 也有一些不同点 那么最大的不同点 就是说tuple 一旦被创建之后不可更改 而list可以更改 这是本节课我们总结出来的 tuple和list最大的一个区别 在下一节课我们将 专门跟大家整体系统化的 针对tuple和list做一个系统性的对比和总结 好 本节课就到这里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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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